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儿哥 今天您可真得饶了 平时爱吃咱们东北卤水大豆腐的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把视频看完 天气越来越热了 圈儿哥今天给待会儿做一道家常酱拌豆腐 嗷嗷好吃,嗷嗷下饭 首先咱们必须得准备一块正经八本的东北卤水大豆腐 这卤水豆腐跟你说味道绝对纯正 然后咱们用手把豆腐掰成小块 掰成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不规则的形状呢,大豆腐的泼面较多 咱们拌这个时候更容易入味 就这道菜呀,你搭配点高了米水饭 小天多热吃完之后,你也会凉快 就这大豆腐呀,可以这么说吧 在东北这个地区,尤其老一辈人 吃一辈子他也吃不够 什么干豆腐呀,大豆腐呀 这东西真的喜欢吃点太多了 好,全部掰好 然后咱们温水的时候,把大豆腐放入锅里边 咱们焯烫一下 这样能够消的去除豆腐里边的豆腥味 放入5克6克去豆腥味 豆腐里边咱们加入6克精盐 把豆腐喂一个底味 而且咱们加入基盐之后 豆腐也会变得更加紧实一些 准备点洗干净的小窗 切成段 然后跟香的段放在一起 然后咱们剁点色末 好,放在小盆里备用 准备一根干辣椒 顶刀切成薄片 放在一根辣椒呢,它起不到辣味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去腥和味增腥 辣椒纸 咱们抖掉不要 跟蒜沫放在一起 大豆腐保持水烧肺的状态 煮一分钟 然后咱们捞出控水 水分一定要控净啊 待会看这豆腐啊 焯完水的豆腐颤颤呼呼的 非常的鲜嫩 锅里边烧点热油 浇在蒜沫和辣椒段上面 把辣椒段鸡香 海鲜酱油 放一勺 米醋半勺 蚝油 拔克 提味提鲜 白糖5克 提鲜和味 黄豆酱放两勺 咱这黄豆酱啊 一定要放熟酱 朋友们啊 看见了吗 这种炸熟的熟酱 如果你要是生酱的情况下 一定要给我炒一下 把酱炒熟 芝麻香油 放五克 精盐两克 因为酱油 蚝油 黄豆酱 都是有咸口的 精盐咱们就少放点 要不然你拌好的 就会发咸了 然后把这料汁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条件料搅拌融化 如果平时能吃辣的呀 也可以往里边再添加一些辣椒油 都因个人口味来 如果家里边人都不能吃辣的 那你就别放辣椒油了呗 不能磕你一个儿来 是不是朋友们 好 大豆腐现在已经自然放凉了 咱们放在拌这盆里边 然后咱们把对好的酱汁 放里边 用手挖着搂着这么拌 因为豆腐咱们焯水了 轻易豆腐抓不碎 但是你也要小心一些 轻拿轻放 把粘连豆腐洗的呀 给它掰开 把豆腐的每个位置 都给你挂上酱汁 再放入葱段 还有香菜段 拌匀 如果平时兑麻油 口味不凡的 也就是花椒油 咱们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花椒油 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然后咱们装盘 非常有食欲 这小酱拌豆腐太嫩了 家常酱拌豆腐制作完成了 圈哥先品尝一下味道 大家会看嫩不嫩 非常有食欲 酱香味浓郁 今天这道酱拌豆腐属于是凉菜 要比热菜的酱烧豆腐呀 吃起来更加爽口一些 因为它凉啊凉汁的 吃起来更爽口 更适合下下来食用 搭配这小三楼子 那绝对喝得嗷嗷嗷嗷 四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酱拌豆腐 能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给老弟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